你们四哥,这个节目真是给我哭得稀里哗啦 师父也能感受到徒弟的爱 完全是说炳哥自身的故事来向郭老师致敬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学徒的时代 所以我们感同身受 哎呀,少朋友 哎,师父 怎么想起来弄这么一个节目 这是个相声剧啊 对,其实这个节目呢 也是想说我们学艺的过程 一个回顾吧 其实更多的是想致敬师父这么多年 对于我们每一个徒儿的尊尊教诲 我们其实都是很铭记在心的 当然今天我们两个人在决赛这个舞台上任性了一下 把它去表达出来 因为我们爷们之间很少会发一句说 师父您辛苦了,我们爱您啊 这就很少 其实我们看着师父 就是现在岁数也确实是越来越大了 然后就是这个明眼能看出来 就是在唱大实话的时候 我小的时候看过师父 他是这样的 他现在站着站着就 就完腰了 其实我现在 有时候我接受不了 没事,没事啊,没事 可能这个火可能也就才十几分钟 但是想到的事都十多年时间太长了 这一晃啊,就来的时候呀 是一个小朋友 现在长大了 他儿子都挺大的嘛 而且也收图去了 在台上也是德云社的中流砥柱 其实我看着你们我是特别的开心 特别开心 尤其烧饼那小的时候逃了都不像话了 没想到有一天能够站在舞台上 不管你的说话,做事,放红面面 师父是很满意的,很好 今天不管成绩如何 这个都不重要 都不重要 非常好